今天我们吃酸辣鸡炸面 冲除他们家的酸辣鸡炸的话 一份就是这样子 一共给大家发的是两份 不会炒的 这个包装袋后面有酵成 炒出来吃面条 吃米饭 真香的 开胃又下饭 这个味太深了 它就不凉 这个面 这个鸡炸的话 还没有鸡蒸 鸡肠 中辣多 有点小辣 吃不了太辣的那个辣椒包 就少放一点 泡椒 吃的 就当吃了 放掉 咸 吃了 咸 吃了 炸 咸 吃了 所以 我看你最好說… 啊 好 挺哭的 好 川味麻辣酱 这个是我们四川这边的 它也是一道熟酱 也是一道炒菜酱 这个的话 它是中辣微麻 不仅可以各种肉粒炒菜 红烧鲫鱼 还有就是麻辣香锅 麻辣小龙虾 麻辣水煮肉片 各种肉类都可以 还有就是土豆瓶包菜 这些都可以炒 还有就是不仅可以炒 它也可以拌面拌饭 还有这个小瓶的 这个是试吃庄 这个就是大桶 大桶的话费更划算一点 这个的话平时 姚妹炒菜你们都知道 离不开它 真的 每道菜除了青菜 别的都放 怎么炒怎么好吃 我相信你们用了这个 平时在家用豆瓣酱的姐妹 你可能都不会用的 这个比那个豆瓣酱要好吃很多 但是它可以当豆瓣酱去使用 你们有喜欢的 姚妹把链接挂在视频下方 它是用那个 菜籽油炒字而成的 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 放心了吃 喜欢的视频下方可以看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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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